而道路安全的情况我们继续独家带你来看 台中市一中商圈这个十字路口更离谱了 因为政府为了美化街道 在这边地板铺设了彩色瓷砖 不过因为摩擦系数太小 所以一下雨就常有机车在这边打滑摔车 一个多月前明示镜头才独家直击 短短的半个小时就有好几辆机车在这边摔车了 那么当天我们去问市府 他们也承诺会尽速的解决 不过现在事隔一个半月了 路况还是没有改善 地中街的瓷砖街道容易打滑摔车 眼见为平 上个月9号 明示镜头记录了惊恐一瞬间的画面 彩色瓷砖仿佛是机车杀手 只要没注意或突然刹车 很容易失控摔伤 事隔50天 台中市又飘起细雨 我们重回现场 又有骑士在这里悲惨了 很滑 是很美观但是下雨的话很危险 画面会说话看来路面还是很滑 才过没多久又有学生转弯摔车 你觉得要不要改善 要改善 其他尺寸的地方就花得到 一个半月多前民事反映民怨 市府当天先是紧急派人在四周围挂上警告牌 还陨落加速发包改善 50天的总不能叫媒体天天来站岗监督吧 抱着隔天来洗一下做试验 到现在都没有结果了 非常生气啦 因为只是做作秀没有用啊 对啊 那我只是想要问说市长做什么事 再度请教市府官员澄清已经发包了 因为这几天下雨无法施工 出太阳马上坐 最快十天就会好吗 对对对 因为但是要不能下雨啊 不怕有几个报道便宜 不怕有几个报道便宜 过渡时期附近商家一度先用 简单路障摆在马路中央 希望市府说到做到 别让媒体在几周后又捕捉到 类似镜头 你喜欢做什么报道